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到新莊化成路的豬腸冬粉 那網友講說他們的豬腸冬粉很美味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菜單在牆壁上 然後是 又在馬路邊 那我要一個豬腸冬粉這邊吃 這小菜是什麼 小菜就是豬肉 豬腸或豬腸 一樣的料 那我就要瘦肉好了 小菜 這可以聞到湯味道很香 高湯 不要太小湯 就正常就可以了 想要藥酒多一點 謝謝 謝謝 這一碗還蠻巨的 你看看 蠻大的碗 好 它有小菜 那 我覺得就直接加上去就好了 反正一樣的料 好,看起來更豐盛一點 好,先就吃吃看 粉絲強力推薦 很清爽的感覺 很清爽的感覺 好,這個瘦肉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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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嗯,真的很棒 好,這個小菜超讚 好,那現在就進入正題 豬腸了 豬腸了 好,那現在就進入正題 很新鮮 它豬腸蠻好吃的 很新鮮 好,就清清爽爽 清清爽爽 然後瘦肉跟豬腸的鮮甜 好,店家有講說 他們現在不用辣菜 他們是用這個 辣豆瓣醬 因為要湯匙 湯匙醬 我覺得 怕會不會生 就是用倒的 好,這有吃 客人吃的也蠻快的 吃一次就 就 離開了 感覺有很多 那個貨車司機 跟 問蔣大哥 好,加拉豆瓣比較有味道了 加拉豆瓣比較有味道了 好,這樣一碗70塊 然後再這樣小菜也才120 算是蠻佛心的早餐 好,湯頭 帶點微微的中藥味 好吃 好,讚 好,讚 好,它這個腸子真的很多 我覺得加拉豆瓣比較好吃 然後它 湯頭帶著 帶著 淡淡的中藥味道 淡淡的油 好,CP值很高 我覺得是90分 好,讚 不過目前我個人吃到最好吃的豬肠東粉還是那個大台北 在三重的那一家 好,那就等各位陪來平常 不錯了 好,那個人感覺這邊剩的地方就是CP值很高 豬肠很新鮮,然後瘦肉也很棒 好,記得一定要加那個辣豆瓣,然後這樣味道就會更夠 好,店家也很親切 讚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掰掰 掰掰 好,當當當粉熱烈的尾盒 新裝的基隆紅燒曼 好,這也是我粉絲推薦店家說非常美味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好,可以看到這個紅燒曼都是現炸的 好,那重點當然是在這個紅燒曼 好,公燒曼 好,公燒 公燒 應該是明天啦 好,那我就要一個紅燒曼 對,然後我還要一個中的雞肉飯 這看起來跟那個基隆那一家有點像 是同一家嗎 是自己的親戚啊 喔,親戚喔 對阿 那個基隆廟口那一家 對阿 那一家我從小吃到大 那一家我從小吃到大 就是那個旁邊的夜市 旁邊的夜市 好,在基隆廟口附近的那一家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好,那就不用跑到基隆那邊也可以吃到這個好吃的 這個紅燒曼 好,熱騰騰,熱騰騰,好,很棒 好,真正有夠讚 他吃也很多要小心 好,口味到底喔 讚 好,口味到底喔 讚 好,紅燒曼很新鮮喔 讚 現炸出來的味道就是這麼棒 超超超超好吃 超超超好吃 完全沒腥味 好,這個剛炸出來真的很美味喔 好,當然他現在有比較貴一點 這個Google評論上我都有看到 好,可是現在物價上漲是個趨勢了 誰也擋不了 薪水不漲,物價一直漲 不就這樣嗎 好,反正現在人 幾乎可以說是永遠買不起房子 或是要兩袋啦 好,總之很美味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讚 很棒 紅燒曼尤其好吃 好,再來是這個雞肉飯 嗯 哇,也很好吃喔 好,傳統美味喔 但是他飯有點黏 嗯 喔,雞肉可能是剛煮好的 很好吃 好,好吃 那個人覺得是90分 喔 有那種 老練的口味 好,這個N嫂應該會很喜歡 好,這個N嫂應該會很喜歡 很清爽的雞肉飯 然後傳統風 讚 好,那口味真真讚 難得來這邊就再一碗 好,因為真的口味蠻不錯的 就再來一碗了 剛炸起來就好了 剛炸起來就讚 好,這個剛炸起來紅燒曼真的超級讚 嗯 爽爽爽爽爽爽爽 真的很好吃 好,他這個鰻魚肉應該是還有帶了一點酒香 還有糖去醃 那種古早味的 應該還有紅糟 好,總之就是新鮮好吃喔 好,總之就是新鮮好吃喔 很棒 其實真的口味很讚 好,這塊是放在湯裡燉的比較久的 就是很柔軟 好,但是個人比較喜歡那種剛炸好的口感 這個啦 這樣讚 好,這樣總共是200塊 連前面的是 就300多塊 好,那真的很美味喔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 掰掰